下午看什麼是我們所用的東西的安全 先來看看是這個小孩在用的這個服務 小部會來挑戰這個小孩常常在用的 文庫用品這個服務 發現說二十五間裡面就十五間 這個科塑是超量的 而且照著這個國際標準來看 有的讓人淹出來超過標準 也要超過三百塊 用MV圍圖 小早夜隨時都可以用刺激來紹介 淹過小孩接用的文庫刺激 強調和溫綜維基 小部會占對學校的消費合作社 所換媒其他進行求職 發現二十五間有品裡面 有十五間有含著 零粉二甲酸之類的褐色 這兩超過很多標準 有十五件是檢驗出來含有可塑劑 它的總量部分超過百分之零點一 可塑劑可能會造成 嬰幼兒或是孩童部分的消化系統 可能進入消化系統之後 對它的荷爾蒙部分 譬如說男性男童部分 可能會有磁性化動的現象 經過很多現金標準 酷素材雄用 不可以超過產品含著2.1% 這次挑戰有品中 超過最嚴重的是三百多倍 強調危害害和生肌的健康 目前經濟部是以挑戰方式 發現沒有客戶就要求回收 但是七月份開始 加酷素材就為國家 標準應該先減載航步 會有六項減券標準 未來如果是青春期 有含酷素材 必須先提到認真再當中期 如果沒有取得我們檢驗 檢驗合格之後 然後就直接銷售的話 那我們會依照 商品檢驗法的規定 儲二十萬元到兩百萬元的發款 占對酷素材喬標的七大 郭郵寶已經要求 環北好好健康回收 而且在酷素材 要不然建設地位 國家標準進行 小部會也提醒海生小孩 跟家長 適用七大廟後 要記得洗手 才會的殘留 有害物資 讓人體吸收 既正中下報答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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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